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席今天其实也有个提案啦 就是货务税减免 本席选择的产业是那个非常的可怜 因为我们没有加入联合国 所以呢在国际的认证的这个审宴上面 没有办法被全球接受 如果他们想要出口 就得去别的国家注册登记 让人家再赚一手非常辛苦的产业 那叫做家电产业 可是像这样的产业 要让政府用货务税的减免来补助呢 就像是暗夜哭泣一样 孤独的守在暗中的角落里面 一辈子不会有能见度 你们想都不会想到它 每一次想到要用货务税 来减免来刺激景气的 每次都选到汽车业 那你们今天这个案子多瞎你知道吗 你是要鼓励汽车出口当中的哪一块 第一个你根本不是要鼓励 环保的太旧换新 为什么 因为你鼓励的是很新的中古车出口 第一个你绑出口 第二个你绑什么 你绑那个一年两年就可以 减免的对象 真正太旧换新十年以上 报废车 你们根本不减免 第一个你今天的案 跟太旧换新减少空污完全脱钩 完全脱钩 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 这种十年以上的中古车 在台湾的市占率有多少 局长你自己都很清楚啊 2007年 大概有四百多万辆 对啊四百多万辆 就让他在街面上跑 就空污都是这一群 然后你知不知道他的成长率 从2007年的时候 占车量百分比是41.3 到2014年变成53.6 平均每年增加7% 而你们今天奖励的 这个部分的成长率是多少 来跟我们讲老实话 你们今天奖励出口的 这种两年新的中古车 十年内的 公文报 虽然是两年以上 来啦我问你比例啦 是 因为我们预期大概一万辆左右的 不要一万辆 我要跟你讲说 他在台湾的成长率多少 呃这部分 你们自己写的说帖啊 局长 来说出来 不要不要不要隐藏 多少 因为我们 十年以内车龄的汽车 每年平均成长率多少啦 负的1.4%啦 那是今年 根本不是问题啦 没有造成台湾中古车所造成的 任何空气污染的负担 为什么 因为它的成长率是负的耶 真正造成负担 年均成长率7%的是十年以上 结果呢部长你知不知道 你们完全没有再鼓励太旧换新 法委员这个政策的目标应该不一样 这个目标是开拓中古车的 来啦我跟你讲啦 你们的政策目标不是不一样啦 而是挂羊头卖狗肉 因为你们今天写进来的 全部写太旧换新嘛 全部在写那个中古车造成空污嘛 结果呢真正 一年两年三年以后 想要换租新的车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两年新左右的 中古车刚好就是租赁车辆 大量会产生的这一块 然后你们要鼓励这一块出口 你们就弄出一个这样的制度来 那我要问你的公平正义观在哪里 任何产业都可以奖励 OK 我觉得非常好 可是为什么你选择这个产业 你总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嘛 各个产业在那边为了出口 面临的关税方面的障碍 所面临的出口上面的困难 多少人在那边嗷嗷逮捕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产业 你总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来跟我讲为什么选择这个产业 包委员首先我要说明 因为四年以下的测试我们的这个统计 大概出口并没有价格上的竞争力 不管你为什么选择它 任何我们的东西要出口都没有价格竞争力 我想最主要是 我们又没有加入asset 我们也没有什么各国的FTA 大家都好好逮捕 为什么选择这个产业 政策我们主要是希望建立一个中古车出口的产业 那这个产业 就为什么选择这个产业嘛 跟我说 而且你们是新的中古车 你知道台湾有一群人 他们喜欢买新一点的中古车来用 因为他要买新车的话 他总想要省一点钱 我们的很多自营商 我们很多那个小老板 小商店自营店的那些老板 他很喜欢中古车 中古车对他们的产业来讲很重要 尤其你这里什么小货车 货客两用车都在内 你现在用一个制度把这些车 引流到国外去 去赚那个国外的价差 然后国内的中古车就会断层 那像这些自营商小店家 他们想要买那种两年新的中古车 三年四年新的中古车 我至少来做个生意 做个五年六年我再来换车 那像这个市场呢 就会因为这个政策整个断层掉 你们根本没有考虑到 你们所找的所谓的汽车业 根本就不完整嘛 你们完全没有找商业师所属管理的那一些 销售业界的汽车业界来吗 跟委员报告 因为纯粹促进中古车销售 事实上他只是主要销售业者获益 那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新车的这个卖出 因为新车他可以装造国内的材质 你要新车卖出的话本席的修正案 十年以上而且还包括机车 你还可以带动机车 十年以上只要太旧欢心 我全部都给你货物税减免 比这个更能刺激新车的市场 或者是卢秀燕委员那种毫无差别的 更能够刺激新车市场 你的政策目标就是乱糟糟嘛 你要刺激新车市场就不应该绑成那么小嘛 然后呢又把中古车的这个东西 让财团很快的全部都卖到国外去 然后让国内的中古车断层 然后让国内呢逼这个国内 想要买新的中古车的这些人没有货 我们那也跟中古车业者谈过 因为我们将来这个政策 也会搭配出口相关的协助措施 所以他们也有机会 把他们的中古车卖到国外 现在完全没有啊 现在有能力中古车出口 然后让他买新车的 就少数那个产业 我们都知道是谁嘛 那我们已经跟工会 我们都知道是谁了 工会今天希望你们开工厅会 希望召开工厅会 找到真正 找到真正社会所需的方案 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方案 因为你完全谈不出说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产业 我今天要货物税减免呢 全台湾排队在那边等着货物税减免 来刺激出口的产业 排队都可以排到立法院大门口去 你为什么就选择这个产业 然后为什么把台湾的新的中古车 要往外推 然后让新的中古车呢 离开台湾 然后旧的中古车你让他不理不睬 四百万辆十年以上的中古车 在你今天的方案完全没有被鼓励 完全没有 零 这很奇怪啊 四百万辆十年以上的中古车啊 每年以百分之七在成长啊 你今天要刺激买新车 竟然不是抓这一块啊 这个莫名其妙啊 两个政策目标完全不同 对啊 所以我要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选那个政策目标 当然 政策目标就是 那本期要求你加电业 选加电业 你为什么不选加电业 中古车的国外市场很庞大 因为日本就出口一百万辆 连新加坡这么小都出口十二万辆 我们过去每一年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在出口 那个是报废车 出口三千辆是报废车 三千辆是报废车 然后报废车你就不支持吗 不是 报废车它是不是去国外开的 它是去拆解 我跟你讲喔 台湾光台湾的电扇 光台湾的电扇 永不发烧 永不跳电 永不火烧电扇 在东南亚就有高度的竞争力 这种电扇在东南亚的市场也很大 你要讲说哪一个市场非常大 我要鼓励他 我就跟你讲排队可以排到立法院的门口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产业 你就讲不出来嘛 每次想到的都是汽车业 不要说什么跟总统关系比较好 就每一次想到的都是他 里面要说明 呃 东尾报这个 因为这个车辆在国内生产比重还是很高 所以它会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 好 我们现在请賴政昌委员 上车辆至尾报 下车辆至尾报 下车辆至尾报 下车辆至尾报